迷你牛肉烤包子 刚烤好的牛肉小包子 金黄油亮 外皮薄脆 内部柔软可口 牛肉馅料好吃多汁 大多数包子都是蒸的或者煎的 这种烤包子口感独特 值得品尝 中筋面粉500克 加入酵母 盐各3克 再放入糖5克 油5毫升均匀搅拌 倒入温水325毫升 水要分次加入 搅拌面粉成絮状 用手和面两分钟 揉成一个较软的面团 揉成面团后盖上盖松弛15分钟 回来继续揉面5分钟 揉到面团表面光滑 盖上盖松弛 准备一个塑料盖 盖上点油 把面团放到盒里 面团表面也刷一点油 常温饧发2-3小时 或冰箱冷藏24小时 现在来制作牛肉馅料 牛肉馅可以多做一些 这是通用的馅料 包包子 饺子 馄饨 过天都可以用到 先准备葱姜水 葱姜 花椒 加200毫升热水浸泡 牛肉里放入姜末 生抽 老抽 香油 蚝油 花椒粉和盐 先来用葱姜水抓拌一下 分4次 倒入肉馅中 每加一次水 都要用手搅拌馅料 按逆时针方向 快速搅打 馅料完全吸入水后 再次加入葱姜水 继续快速搅拌 这样差不多重复3-4次 差不多200毫升的葱姜水 全都加到肉馅中 这时候你看这个肉馅就有点粘稠 还有点胶质感 最后放入小葱粒 稍微搅拌均匀 即可 牛肉馅用途很多 包子剩下的可以放到冰箱 冷藏保存 现在开始包包子 面团在冰箱冷发24小时后 取出回温一小时以上 案板上撒干面粉 把面团移到案板上 面团稍微调整拉长一些 然后分成两份 一半放入盒里盖上盖 另一半继续揉细揉长 揉长后切成面剂子 大约16克一个 面剂子上撒上干粉 揉圆后压扁 展示不用的剂子 要用保鲜膜覆盖 保持水分 擀成大小均匀的包子皮 厚度约2-3毫米 包子皮擀圆 中间厚 四周薄 取一份馅料 大约20克左右 包子皮没有面粉的一面朝上 馅料放在包子皮上 用手先折起一个褶子 第二个褶压在这个褶下面 后面的褶重复一样的操作 最后收口 把口捏紧 案板上撒一层干粉 包好的小包子放在案板上松弛 烤盘垫上锡纸 喷一层油 包子放在烤盘上 盖上保鲜膜 再饧发一个小时 准备一个鸡蛋 打碎后搅拌均匀 一小时后 包子饧发好了 在包子的表面 均匀地刷上一层蛋液 再撒一点黑芝麻 烤箱预热 210度 390华氏度 烤25分钟 刚烤好的牛肉小包 外皮金黄油亮 内部的牛肉馅好吃有多汁 烤箱 出发 中文字幕 李宗盛